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经典电路 这个经典电路就是它的防反接电路 它利用了三个光偶,几个二极管和几个电阻 组成了一个防反接电路 这个电路无庸置疑,它是隔离的 这一端是我们的冷地 实际上就是这一端的12V 这一端就是接电瓶的 电瓶我们知道它也是不电人的 但是它是隔离的 这个音角,光偶的这个一角是接我们电池的正极 这一端,也就是这个光偶的三角是接电瓶的负极 当电瓶正接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段接正电 那么我们这个光偶一角到二角导通 这个位置的二极管,这段是正极,这段是负极 然后通过这儿,通过这个三个10K的电阻并联 就是3.3K 然后通过这个光偶的四角 通过这一端,这一端是接地 那么入地使这个光偶一二角导通 同时这一端是通过一个2.7K的电阻接12伏 也就是接我们这个12伏上 然后这一端是直接接地的 当我们这一端有12伏的时候 这个光偶是导通的 也就是说它的四三角是导通的 如果这一端没有12伏的时候 这一端是断开的 那么当我们这一端接了12伏以后 那么很显然这个光偶的一二角导通 使我们这一端的四三角导通 它的三角是接地的 接我们这一端的冷地 四角呢,是接到我们MCO上的 如果我们想不用MCO控制 我们也可以接到一个PNP型三极管的积极 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防反接的效果 当我们的电瓶接反的时候 由于这个光偶的一角 与这个光偶的二角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很显然 当这一端接反的时候 这一端是负极 那么我们这个D呢就是正极 也就是说这个光偶的三角 就是正极 正极通过这个二极管 当然通过这个光偶 然后通过电阻 通过这个二极管的正极负极 通过这个光偶的一角 然后加到这个光偶的二角 回到我们刚才说接反电池的负极 这样这个光偶的一二角 内部就发光了 然后这段是感光的 所以它的四三角导通 由于它的四三角导通 同样的它的三角是接地的 四角是接MCO的 当这个MCO检测到这个低电位 就证明电池接反了 另外呢 由于我们这个电阻限流的关系 当电池电压过低的时候 很显然光偶是驱动不了的 所以说呢 这个MCO检测不到这个低电位 也就是说MCO检测不到这个光偶 四角的低电位 所以不能够正常工作 同样也保护了电瓶和电路 这里呢 我画了一个简图 这端是电瓶的正极 然后这个是上面的光偶 当正常的时候 这端12伏也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光偶的一二角导通 三四角导通 由于它的导通 那么我们的电瓶接正以后 那么很显然这端正电压 然后通过光偶 通过这个二级管 通过三K电阻 然后通过这个光偶的四角 然后回到光偶的三角接地 这时呢 我们这个光偶的一二角就导通了 它的四三角导通 MCO接收到正确信号以后 使后级电路正常工作 给电瓶充电 如果我们的电瓶接反了 那么很显然 这段是负级 由于这个二角 是与这个一角接在一起的 这段是负级 那么我们这段变成了正级 这个正电压 通过这个二级管 也通过这个光偶 然后通过三K电阻 通过这个二级管 加到这个光偶的一角 然后到二角 然后回到电瓶的负级 那么这个光偶导通 使这个四角接地 使这个MCO爆错的引脚 为低电位 所以使后级充电电路 不能够启动 保护了电瓶 以及我们的充电器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电路 控制PMP 或者是NPN型的三级管 来控制后边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从而就能够控制 我们普通充电器的防反接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